在中型的盒子SUV当中 别克昂克VS是一款比较走量的车型 那么这款车型在市场当中 大家要选择哪一款车型呢 它有哪些优点以及缺点呢 它的市场投诉问题都有哪些呢 应该选择哪款车型更加具有性价比呢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 别克昂克VS目前总计是推出8款车型 官方这道价20.99万到27.99万市场区间 可能很多朋友觉得价格比较偏高 那么你就错了 也知道别克7代车型在优惠方面表现还得不错 别克昂克V全系的车型 在市场当中有着非常不错的销量 上个月也有拿下超过1.1万台的销售成绩 目前这款车型优惠大约是在4万到5万时间 新车在外观延迟方面的设计 其实跟老款的昂克VS是属于非常相类似的 整个的设计造型也是显得特别大气 当然在配置方面表现较高 比如说标配LED大灯 日行灯自动大灯等等配置 定位是一款中型SUV 车长4662毫米轴距 2779毫米的车身尺寸 是一款中型5座的车型 轮毂的配置也是加入了马牌的18英寸车胎 底盘选甲都是迈幅逊射独立选甲 以及多连杆式独立选甲 我们很多朋友对于别克昂克VS 它的动力方面表现还是非常强势的 动力比较强劲 而且油耗又比较偏低 也是这台车的一大亮点之一 匹配的是1.5T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以及9A7的变速箱 并且加入48V轻混系统 能够达到211匹马力 这样的动力还不强劲吗 百公里综合的油耗官方给的是7.1升 我们很多朋友实测的也不过是在8.5升 然而经济性方面表现较为不错 除了1.5T的排放的动力之外 这款车还有着2.0T的动力 匹配的是9A7的变速箱 并且加入48V轻混系统 237匹马力 这个动力总成对于这款车来说 确实是完全够用的 百公里综合油耗7.2升到7.7升 具备两驱版本车型 以及适时四驱版本车型 好吧 我们体验一下内饰 定位是一款中型SUV 我是1米8的身高160斤的体重 像我这种身高在前排头部空间 还有着两指 虽然说并不是特别大 但是在同级当中还算是属于较为不错的 这款车它的整个内饰方面 我们很多朋友都表示 它整个内饰的质感还不错 做工具量方面都还比较可观 但是有一些朋友认为 它的内饰方面的一个异味会略微 偏重一些 不过在现场我是没有感受到这种浓烈的意味 同时这款车在配置方面表现是较为不错的 像常见主流的自动主车 倒车型向定速训航等等 在这台市场都是有体现的 但是我们很多朋友反馈这款车 它的中控屏有点小 而且副驾驶座椅没有电动调节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遗憾 那么在市场当中 这款车它主要的图速内容有哪些呢 我们很多朋友对于它的哪些地方不满 其实主要的是一影音系统 二就是传动系统 传动系统主要是存在 无法加速 无法换挡 以及还有跳挡等一些情况存在 其他方面的投诉并不多 主要是体现在影音故障 以及变速箱方面的表现就多 同时还有中控台异响等一些问题 那么它在市场当中 主要走量的车型有哪些 我们很多朋友选择这款车型 都选择哪一款车型呢 在市场当中 很多朋友都选择1.5T的两驱豪华版本车型 这个版本车型官方正导价21.79万 优惠完之后 落地大概是在18.5万 这个版本车型要比低配版本的车型 在价格上是高了8000块钱 但是配置增加15项 其他配置还是非常多的 比如说自适应远近光灯 以及真皮的内饰 还有真皮多功能方向盘 主驾驶位的六项电动调节等配置 同时还有主动安全方面配置较高 除了去选择1.5T版本车型之外 还有很多朋友更加关注它的2.0T的豪华版本车型 这个版本车型它的官方指导价23.29万 在落地完优惠完之后 落地大概是在20万左右 整个性价比方面表现还是非常不错 这个版本的配置 其实跟1.5T的两驱豪华版本车型的配置 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 在动力方面会更加强势一些 我们选择车型是根据自身的一个实际用车去选择就可以了 这两个版本车型是属于市场当中比较走量的车型 供大家参考一下 好了 别克昂克VS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 如果还有朋友想要了解其他的车型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如果还有朋友没看清楚 建议关注收藏